這次現在說美國有機會是希拉里對另外一個小布殊 有些人可能說這兩個我都不喜歡 有沒有可能呢 有可能 如果你說有機會的候選人通常都是兩個 到最後是有機會你兩個都不喜歡 但我只是用另外一個比較正面的情況去看 只要你令到那個提名選舉是有競爭性 有競爭性 這樣你說完全選不下的機會就會一路減少 建制派的人或者有機會做特首的人 十個八個 那十個八個個個個都會立高三十爭 所以你不要假設拿某兩個人出來 就說這兩個人你都不喜歡 到時候你便不能選擇 我們要面對一件事 如果你只看某些人可能機會不大 那你要從正面去看 仍然有很多人有機會 仍然有很多人 我們的制度不是為某一個人而設 為何罪出閘而設 不可以否定何罪人一定出閘 或者一定出不了閘 但是那個制度就說大家都向那千二人拿票 而這個是一個透明的制度 就是維持一個非常競爭性的提名 剛才我們出現一個就是 大家都很不喜歡 大部分人都很不喜歡 只有那兩個人出來選 這個機會一路會減低減低減低